子曰 唯有忍者 能好人能誤人 就是唯有忍者 他能夠好其所好 誤其所悟 應該喜歡的人 或者說應該討厭的人 有他值得喜歡的理由 有他呢 厭惡的理由 都非常正當的 一般人也會好人 也會誤人 但是呢 不是站在仁慈的立場 站在仁慈的立場呢 他好人誤人 他所好者其行也 所誤者其行也 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所喜好的 是他的美好的行為 我所討厭的 也是他惡劣的行為 至於人呢 既然忍者嘛 對所有的眾生都是充滿了慈愛 所以唯有忍者才可以做這個事情 好人誤人的事情 那你一般人做呢 你的好物呢 就會造成恩怨情仇 你的好物啊 對眾生沒有幫助 只是結恩啊 或是結怨啊 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講仁者能好人能誤人啊 就是告訴我們 當你在喜歡一個人或討厭一個人的時候 那你要想到的是 你討厭的是他的行為 還是他的人 看起來這很重要 就像小孩子 你的小孩子一樣 你的小孩子呢 他美好的行為你喜歡 惡劣的行為你討厭 可是你不會討厭你這個孩子啊 你還是很愛他的 那我們對眾生也是一樣的態度 人 我們一定接受 但他有不好的行為我們不接受 他有好的行為我們讚許他 嘉獎他 這樣子他才會一直往好的地方走 所以這個能好人能誤人啊 不是我好這種人 我討厭這種人 同樣一個人 人好之能物之 表現好的時候我好之 表現不好的時候我物之 所好所物之有其行也 非其人也 所以他這句話就點出來呢 我們人總是有好惡之情 尤其我們對人 總是有我很喜歡我很討厭 但是孔子說 你如果沒有仁慈的心啊 你就沒辦法 沒辦法做出真正的好惡 真正有益於己 有益於人的好惡 有益於社會的好惡 子曰 苟自於人也 無惡也 孔子說啊 只要你自於人 就不會惡了 就不會走向邪惡之路啊 不會走向邪惡之路 我們說自於 如果你的自向是自於無惡 那還是會惡的 自於無惡 我不要做一個邪惡的人 還是有很多邪惡的念頭啊 出來 然後抑制不住的時候 念頭就轉變成為 惡口 惡行 所以你想要遠離邪惡的話 你必須要自於人 自於人 而不是自於戒律啦 或者自於行善啊 這都不夠 光做好事是不夠的 至於行善也沒辦法除去邪惡 因為所有邪惡的原因 都是什麼 不仁 就是自私造成的 自私自利造成的 所有邪惡的原因就是這樣 自私自利 那麼就算你呢 就是說你一旦走向人道以後呢 你就斷絕了惡因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那我現有一身罪業呢 怎麼辦呢 一旦至於人以後 你的生命呢 就像一條很骯髒的河流啊 和大海打通了 和大海打通了 所以大海的水呢 跟它產生了一種交流 這條骯髒的小河啊 很快的就解禁了 很快就解禁了 一旦至於人以後呢 你和諸佛菩薩就打通了 你和佛世界就打通了 要圓亨就打通了 這時候你生命裡面所有的罪業呢 就會被洗涤乾淨 洗涤乾淨 所以要立志做一個忍者 你就可以遠離邪惡 也可以把自己的罪業洗涤乾淨 我們人後整天改毛病啊 去脾氣啊 懺悔啊 參加懺悔班啊 早晚怨懺啊 然後做很多的功德來消業障啊 結果 業因沒有消 因為自私自利的關係 生口意都在找業 花個脾氣就找業了 那你沒辦法控制 好像那個水是密閉的水啊 密閉的水呢 它就會不斷地在汙染 汙染了多少而已 還是在汙染 而且它原本的汙染啊 幾千幾萬年的這個業障啊 你怎麼去清嘛 你這輩子清不乾淨 你去挖好了 那個水每一顆都是 水分子每一顆都是髒的 每一粒都是髒的 起心動念 無不是罪無是業 所以必須要自於人 不要想我把自己管好就好 孔子看得很清楚 這個世間有兩種人 一種我自己快樂就好 一種是我把自己管好就好 把自己管好就好 這個有所謂善人 只管自己快樂呢就是惡人 但是呢 都不是人人君子 也都終於會走向邪惡 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自私就是所有罪員 我嘛 我執嘛 有我罪即生嘛 就是我慧童講得很好 有我罪就生出來 所以整天為自己打算的 不管你是說 行善來為自己打算 還是行惡來擴張自己的勢力 都是一條邪惡的路 都是一條邪惡的路 所以你唯有敞開心胸 我去關愛眾生 做一個忍者 愛名如己 把別人的事情 當自己的事情 去關懷 就像把小孩子的事情 我們怎麼做得到呢 別人的事情 有啊 你的小孩子你就做得到 你對你所愛的人 你就做 你只是不愛他而已 所以要做一個忍者 你愛他的話 你就可以為他的事情努力 就當自己的事情一樣 這麼用心 所以一旦至於人 邪惡就遠離你了 那我們今天人生痛苦 就痛苦在我們造了惡業 人生是追求快樂啦 追求快樂的人生 為什麼會得到那麼多的痛苦 因為醉業深重 因為醉業深重 所以上帝真的是很慈悲啊 在我們剛誕生的時候呢 給了我們一個同理心 一個無分彼此的心 所以我們雖然帶了渾身的醉業來誕生 可是我們剛出生那一剎那呢 我們是和聖流啊 是相通的 聖流 聖賢流 這個大河 跟這個大河相通 而不是我們一條一條小 污濁的小溪 但是通不了多久呢 管道就被封閉了 管道封閉以後 你又帶著你的醉業了 慢慢的 所以小孩子很快樂啊 小孩子快樂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他的醉業一直在修 修不了多久 我們大人就把他 咔嚓 截斷掉 開始訓練他成為一個自私的人 為自己怕病 開始訓練他 尤其用自己的身教 用自己的身教 造成他強大的一種 意識上的一種自我 父母親很自我嘛 小孩子自然就會效法父母親 從因為自我的人 然後就走向邪惡之律 惡多惡少而已 有人比較壞啊 會去坐姦犯科 有人比較好呢 奉公守法 基本上還是自私之律 不孝不辭這些 反正法律沒有約束的事情 他就不做了 無情無義啊 這個法律沒有約束的事情 什麼壞事都做的 子曰 父與貴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除也 貧與見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君子去人 勿護成名 君子無忠實之間為人 造賜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 富貴人之所欲啊 誰不喜歡富貴呢 人之所欲啊 不以其道得之不除也 如果你得到富貴的手段啊 不以其道的 不符合真理的 不合理的 那我就算得到以後 我也不要 不除也 財富啦 名聲啦 地位 財富和地位 這是大家都喜歡的 不以其道得之 得不除也 我不把自己置身在這個富貴之中 我就要遠離 那孔子就是這樣子啊 他當魯國的大師寇 就是富貴 但是我當大師寇 我是要治國的 要不然做什麼 我當行政院長我就要治國了 後來國王呢 不信任他了 不採納他的意見了 他沒辦法治國了 不以其道得之 他還是有富貴啊 人家沒有叫他走啊 所以你公子放在那邊 總是比別人放在那好 但是要照你的治國之道來的話 我們這些當國軍的都太痛苦了 當國王的就 沒辦法享樂了 那國王呢 生活啦什麼都要受到一些制約啊 不能為所欲為了 所以你還是當大師寇 但是呢 你不要管我了 我過我的日子 那時候齊國啊 送了一些這個 歌舞祭樂啊 歌舞祭啊 演戲的啦 唱歌的啦 跳舞的啦 然後這個誰 魯王啊 魯公啊 魯定公那時候 中夜觀賞啊 第二天早上爬不起來 沒辦法早朝 所以孔子呢 三日不朝孔子就離開了 不處也 戶櫃我不要了 我寧可去浪跡天涯 周遊列國 得之不處 憑與見是人之所悟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去也 所以這個 鬥點鬥錯了 不以其道 得之不去也 就是說我今天身陷 憑見之中啊 身陷在憑見之中啊 我有機會去掉憑見 但是如果是不以其道的話 不擇手段啊 不以其道 不符合道德的 手段去 離開憑見 比方說我要透過逢迎拍馬 才可以爬到一個高位置 送紅包才可以得到一個高的位置 那我寧可守在憑見裡面 得之不去我不要離開憑見 得到憑見我就認了 我不要離開了 那或者說呢我窮啊 我窮但是今天呢有辦法可以自負 有辦法可以自負 但這個自負之道呢 是不道德的 是站在損害別人的前提之下 不道德的 那我寧可貧窮的好 因為你這個 這不管是你 不以其道得到富貴也好 你不以其道來離開憑見也好 這裡面都是造罪業啊 你不能真的離開的啊 你罪業一造的話呢 你只能暫時脫離而已 你造更多的罪業 所以人往往為了追求富貴離開憑見啊 然後因為不以其道的關係啊 造了很多的罪業 不以其道 造了很多很多的罪業 然後讓自己身陷更大的愁苦之中 暫時脫離 飲鎮止渴 好像喝毒酒一樣 暫時止渴了 可是毒藥發作以後你就更慘了 比口渴還慘 大概這個孔子就看得很清楚 人性就是這樣 就是在這種 脫離貧賤追求富貴之間掙扎 不管我們說的多高超啊 整個人類的社會 就是用貧賤和富貴 來衡量一個人 甚至我們台灣人現在有一種想法 認為這個人窮 大概品德差才會窮 會有這種情形 有錢就好像有 有德性 會有這種觀念 你怎麼會這麼窮呢 然後就開始檢討 因為做人 實際上我聽到人這樣批評 你看看他為什麼這麼窮 你看 做人太差的啦 什麼什麼的 是啊 一個人窮啊 當然他找了他很多毛病 他做人不好 他不孝順 他什麼什麼的 你找了他很多的毛病 但那個跟他窮是不見得有關係的 你可以反過來說 這個人很有錢 難道他就孝順慈愛了嗎 難道他就慷慨好義了嗎 沒有的 但我們人很容易這樣 但他窮啊 我們不想同情 他不想幫助 他就找很多理由 他說這個人是自取其酒 活該 活該倒楣 所以這個是個非常不好的一種社會風隙 就是一天到晚追求富貴 脫離貧賤 不擇手段 為什麼 你富貴人家就認為你道德都高尚 你貧賤的話 不只是貧賤而已 人家還認為你道德都很低落 然後懷疑你是不是 做了什麼壞事啊 做人太差勁 才會搞到這麼貧賤 所以大家就不擇手段的呢 要脫離貧賤追求富貴 脫離貧賤追求富貴 不管這個錢來的正當不正當 這個地位來的正當不正當 管你的強盜在說 哇這個罪業可大了 暫時脫離了 所造的罪業會讓你沉淪的更深 就這樣越陷越深越陷越深 就跳不出來 所以不要有那種觀念 我要奮發有為 不擇手段的要追求富貴 有這種觀念呢 你不是一輩子的事情啊 你可能生生世世你就跳不出那個 泥招吧 跳不出那個泥招 那個醉業的泥招 人往往只是為這個原因 在一念之間 一念之間 尤其我們社會裡面 往往給人這種錯覺 只要有機會 脫離貧賤追求富貴 就算犯法他都可能去做 何況呢 如果是不犯法 只是違背道德 那一定要做的啦 哪用說 違背道德算什麼 只要不受法律制裁就好 所以上次我看到一個 南投還哪裡的 忘記了是哪裡的 一個農夫啊 他把自己 那時候土石流以後 他自己把所有的檳榔都砍掉 有沒有 電視上面有報導 那個人就不錯 他以前那個 後來不懂那麼多道理 後來他看到他太覺悟了 他把所有檳榔都砍掉 他自己還沒有受到土石流啊 附近土石流 他把通物砍掉 他不要了 他要讓這個 這個什麼 他要讓這個 把土地還給大自然 這個人就不錯 他砍掉的話 他就 失去富貴啊 對不對 砍掉他變什麼 他所有的資產都在那裡 他寧可不要 所以這種 這個人道德性就很高 一般人說 我又不違法 對不對 我爛啃這個東西 法都還沒有制定啊 不違法 我就挖一點算一點 啃一點算一點 所以造罪業啊 賺到錢了 但是罪業很重 什麼時候呢 業障發動的時候 就讓你 掉到更深的一種 困苦裡面去 君子去人 誤乎成名 他講名也很好 因為以前呢 有名就有位 有位 就有路 以前做農啊 做工人啊 經商啊 賺錢都很少的 你要做官啊 賺錢最多 在那個時代 所以 貴就代表富 貴就代表富 尤其是你當了貴人以後 你當了官以後 你就算離開這個位子啊 你去經商啊 像範梨啦 像那個子貢去經商啊 一樣很容易致富 名氣很重要的 所以 所以 公子說 君子去人 誤乎成名啊 所以君子如果離開了人啊 剛才講什麼是道 不以其道 這個道呢 具體的說就是人 我們道德很抽象啊 就是人 就是利他 就是利他的 就是利他的一種情懷 你如果把這種利他的情懷 你光想自己富貴 你離開了這種利他的情懷 誤乎乎成名啊 那你還要成什麼名啊 你要追求什麼名利富貴呢 誤乎乎成名 你沒有利他的情懷 最後你一定是臭名的啦 你有名也是臭名 一時的美名 永遠的臭名 千秋的臭名 必然是如此 尤其你的名啊 在天堂就被除掉了 天府除名 這個地獄掛號 剛好相反 天府除名 你的名就出現在地獄了 誤乎乎成名 你能成什麼名呢 所以孔子他是非常簡約的 非常簡約的 把人的這種 心的方向 給他抓出來 看你是要利他還是利己 有這麼簡單 利他還是利己 你要行人道呢 還是自私自利 就是這樣 這個是每個人都知道的 利他和利己的心啊 在我們心生命裡面是激盪不已的 人在利他的時候才會心安理得 才會心安理得 但是呢 我們又受到很多的這種追眠 灌輸很多的觀念 認為要利己 要先把自己照顧好 要自己要過好日子 自己過好日子 行有餘利 則以行人 但是行有餘利在做點好事 所以但是呢 在你得到好日子 不擇手段的去追求到自己的護櫃的時候呢 這個過程造的罪業可能你一輩子都消不了 兩輩子都消不了了 造的罪業太深了 所以孔子告訴我們啊 君子不能離開人的 君子不能離開人 離開人的話你就 不成人 你就不成人 也不是人啊 你就成為一個罪人 成為一個罪人 然後就永遠在罪惡之中掙扎 罪惡之海浮沉 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人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就是人道 孔子不跟你講什麼大道理 你去行人 人是什麼就是利他嘛 很單純 一種利他的情懷 為別人著想 為別人著想 要整天為自己盤算 要為別人打算 君子無忠實之間為人 照次必於事 顛沛必於事 這個君子呢沒有在吃一頓飯 那麼 那麼短的時間啊 他也不會違背他這個人道 照次必於事 顛沛必於事 顛沛流離的時候 照次的意思就是說 有這個患難現前的時候 受到挫折的時候要照次 受到挫折的時候 苦難的時候 挫折的時候 還是一樣 不會失去他的人心 這個人對我們的生命啊 對我們的這種靈性啊 的一種健康 我們靈性的健康的維持啊 就像氧氣啊 對我們身體健康的維持是一樣 不可或缺 什麼都可以多多少少啊 水可以多喝一點少喝一點 飯可以多吃一點少吃一點 空氣不能少啦 空氣不能少啦 你一定要呼吸啦 一呼一吸一定要不斷的進行 你不能斷掉啦 斷幾分鐘都不行 人也是一樣 你人只要一斷掉 你用利他的心一斷掉以後呢 就這樣你身體就迅速壞掉 迅速壞壞 你的心靈呢 就迅速壞壞 你的靈性就迅速壞壞 迅速被罪業抓住了 罪業就是 這個無常大鬼給抓住 所以要保持 就像一個缺氧很久的人 呼到吸 吸到氧氣啊 一開始可能身體還是不舒服 因為缺氧太久 他慢慢維持這種供應很久以後 他就恢復了 他就恢復了 恢復整體的健康 恢復了 同樣啊 你行人也是一樣 不要以為沒有效啊 那個人心要有持續性 要有持續性 要無間斷 沒有間斷 無間心啊 還可以消無間業 我們說無間的業障啊 我們的業障是沒有間斷的造成的 沒有間斷的 沒有間斷的自私自利 沒有間斷的為自己打算 沒有間斷然後造成了無間斷的罪業 那太大了 我們說無間地獄啊 無間業 沒有間斷的在造 所以必須要沒有間斷的人心啊 不是暫時的一念之人啊 不是一念之人啊 必須不間斷 不是說我一時的慈悲啊 一時的同情心啊 那沒有用 而且要知道人的重要性啊 重要性 你要去體會到 那種人心對於 你的靈性 的一種昇華的作用 當你一落到自私自利的 那種心態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的到 就一直往下沉淪 一直往下沉淪 中啊 就是吃飯吃到結束要中 吃一頓飯吃到結束要中 中死 就是一頓飯的時間 子曰 我未見好忍者 物不忍者 好忍者無以上之 物不忍者其為人矣啊 不死不忍者加乎其身 有能一日用其利於人矣乎 我未見利不足者 蓋有之矣我未知見矣 他說啊 孔子說我沒有見過好人的人 喜歡人 喜歡行人道的人 沒有見過 好人的人 也沒有見過呢 物不忍者 厭惡不忍的人 厭惡不忍 所以厭惡不忍就是厭惡那種自私自利啦 沒有見過 這也是很悲哀的事情 確實啊 大部分人就是 他不會厭惡不忍的 因為自己就不忍了 自己往往為了一點點厲害就可以 厲害關係就可以 親情啦 友情啦 愛情啦 通通都辯職啦 這些厲害關係啊 對我有害啊 對我有害就翻臉了 反目成仇啦 經不起考驗的啊 沒有辦法造次避於事 顛沛避於事啊 碰到顛沛流離的時候 這就充滿了恨了 愛不下去了 總之你危害到我了 這就是 不忍了 危害到我了 我就開始哇 那種 惡念大作 所以孔子說 我沒有見過呢 好忍者 物不忍者 沒有 好忍者無以上之啊 一個好忍者呢 喜好人道的人啊 好忍者就是充滿利他情侶 而且還樂此不疲 以此為樂的 大部分人是在去 做付出的行為的時候都是 都是戰死的啦 都是自己吃得飽飽的 才想分一點給別人 如果說以此為樂的 叫好忍者 無以上之 那是沒有辦法更高上的 無以上之 無以上之 這個上呢就是 上下的上的意思 就是無上的意思 沒有比這個更高明的 無上 所以好忍者那個境界太高了 我們說無上正等正絕 無上法門 那個境界太高了 最高境界了 孔子並不要求這樣子 他說能夠悟不仁就不錯了 悟不仁者其為人矣 既然悟不仁 你自然就會走向人道 你討厭 所以悟不仁就是說 你要問自己 你看到別人自私自利 你討厭嗎 這也很重要 然後進一步呢 你來討厭自己自私自利 厭惡自己做一個自私自利的人 因為我們人都會厭惡別人自私 因為這個好自私 看這個討厭 但是不會檢討自己 不會檢討自己 是不是一個是一個自私的人 所以悟不仁 這孔子就很了解人情 你會不會討厭不仁者呢 討厭不仁呢 討厭人家不仁慈 就是殘忍啊 凶狠啊 這個自私啦 無情啦 冷漠啦 你會不會討厭這種人呢 如果你討厭的話呢 那你就有機會了 成為一個忍者 不死不仁者 加乎其身 好 我討厭不仁 然後我也不讓這種不仁啊 這種作為啊 加到我自己身上來 我不讓他 我不讓自己成為這樣的人 我不讓自己成為這樣的人 就從這點開始做 你不要先從好仁做起 從悟不仁開始做起 我不能開始做起 好好去看一些 冷漠 無情 薄情 寡意這些人啊 看你討厭不討厭 然後看人家有情有義 看人家這個犧牲奉獻 看你喜歡不喜歡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人以乎 我未見力不足者 有沒有人呢 能夠一整天的時間 把力量全部都用在這樣一個人上面 人心人數 保持一種仁慈的心 一整天都是在想 要為人謀福利 然後做 行為 他的行為 不是這個不是醫術啊 一般都用來這個醫生送給醫生匾兒 不是 就是行人道 做出行為出來 去做 一整天都在做 不是利益自己的事情 是利益別人的事情 一整天去做 我未見力不足也 我沒有看過有人說 做這種事情會力量不足 我沒有看過 行人道這種事情呢 你一旦去做的話呢 有行的無行的資源 全部會發動 因為這都符合本性的事情 這好像說身體呼吸到氧氣一樣 一定是充滿了力量 所有諸佛菩薩呢 全部會為你加持灌頂 全部為你加持灌頂 你會越做越有力量 行人道是這樣子 越做越有力量 做利他的事情 你不用怕說 哎呀我哪有力氣去做這些事啊 因為我們的經驗 就工作是很勞累的啊 但是 勞累的工作是為自己的 為自己怕病的事情 絕對是很勞累的 如果你是為利他而打拼的話呢 那不會累的 無畏見力不足 我從來沒有 有人說我沒有能力啊 我沒有能力去行菩薩道啊 他說我沒有見過力不足的 沒有見過能力不足的 該有之以我畏之見 也許有吧 但是我沒有見過 意思就是說沒有這回事 但是他的說法很科學 同志說法很科學 或許有吧 你可以舉出例子來 但是至少我 我恐求可沒見過 沒見過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不能說我沒見過 就一定沒有 這不科學的 所以他說該有之以啊 也許有的啊 該有之以就是也許有吧 但是我 我確實沒見過 行人道一定是越做越開心 越做越有力量 必然 因為他會得到很多有形無形的助援 讚賞 祝福 支持 灌頂加持 浩然正氣 全部都會進來 一定越做越有勁 我也是見野 所以這邊講到一個 行人的一個切入點 就是討厭不仁 沒有人不討厭 我看很多自私自利人 都很討厭人家自私自利 殘忍無情人 也很討厭別人 殘忍無情 然後把這種討厭別人的心呢 回過頭來 不要讓自己成為自己討厭的人 就從這裡開始 問題是說的簡單啊 我們要去行人道的時候 我們會考慮到說 哇那不是很吃力的事情嗎 他說 無畏見利不足 利不足 不會的 行人道 行菩薩事業 利他的事業 絕對不會利不足 不會得到很多很多的資源 不作者一樣 一做下去呢 就會發現呢 很多力量都會開始匯聚起來 絕對不會利不足 最近在石岡那邊 要成立一個佛堂 得心應手 做什麼事情都很順利 忙自己的事絕對沒那麼順利 我花很少的時間在那裡 沒有辦法 時間都分配到很多地方去 可是 我要搞一個佛堂 從租租下來 先是找房子 然後租租下來 要找到適當的房子也不容易啊 因為我們開佛堂嘛 不是住家 那租租下來以後呢 還要裝潢 佛堂的裝潢像我們這樣的裝潢 和一般的裝潢是不同的 你要找到適合的東西來裝潢啊等等的 最主要是 那個佛堂是給大家修行的地方 可是我會很少的時間 就大概現在大部分都搞定了 就等著開幕了 會很少的時間 沒有耽誤你講課啦 沒有耽誤任何的事情 沒有耽誤任何的正在進行的事情 那這個事情也同時在進行 所以我就發現了 只要是做這種利他的事業 住員非常的多 讓你不會浪費 所以我們人在做自私自利的事情的時候 業障發作啊 然後受人詛咒啊 受人抵制啊 然後鬼神也會作祟啊 很多彎彎曲曲 有沒有發現 人生為什麼不如意式就是這樣 那我這個辦起佛堂 這很如意欸 怪了 什麼都順心順意啊 自己要什麼就自然就會找到 所以孔子就很了解這個道理 他說我未見地不足也 但是大部分人都會覺得 哇 簡單的說我一生自私自利啊 光管自己就管得累死了 管自己一定累死 一定累死 你要一日用其力於自私自利啊 用其力於為自己打拼啊 我未見呢 力不乏者 力不乏者 真的我沒有見過 我沒有見過一個人說 哇 永遠精神百倍 每個人都拖得很疲憊的身軀啊 滿臉倦怠之色 好辛苦啊 為自己奮鬥的人生好辛苦啊 就會覺得我 勾自己都勾得那麼辛苦了 我還要去勾到這麼多人啊 然後去行人道啊 那還得了啊 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你就不了解人為什麼 你會活得那麼辛苦 因為你沒有得到祝福 你沒有得到加持 你得到的是詛咒 你得到的是放棄 天之器名啊 這可怕啊 上天放棄你的 別人詛咒你啊 別人詛咒你啊 所有的人都討厭這種自私自益的人 都希望你倒霉 詛咒你 親戚朋友都詛咒你 希望你倒霉 因為你好起來對他沒好處 巴不得看到你倒霉 所以上天放棄你 老百姓詛咒你 然後鬼神還要作祟你 你不辛苦嗎 一定很辛苦的啊 所以我看每個人都辛苦得不得了啊 越活越辛苦 就是太知識了 詛咒人之過也各於其黨 觀過失之人矣啊 他說人的過失啊 各有其類別啊 這黨要同 我們說同黨啊 就同類 各有其類別 那每個人會患不同的過失 會患不同的過失 每個人患的過失代就是 他會去向那一類型 去向那一類型 比方說他 有的人是 愛講是非的 嘴巴不好 所以他的過失大概都跟嘴巴有關 嘴巴照口驗 兩折啦 批評啦 是非啦 攻擊人啊 對啊 這是他的那個 那有人是什麼 貪心的 貪婪的 貪得無厭的 有這種 有人容易生氣的 發怒的 那人難免都會犯過失 但是孔子呢 那大致上把它分成啊 分成兩大類 就你為什麼原因犯過失 你為什麼原因犯過 就是不管你是發怒也好 不管你是拼命賺錢也好 努力工作也好 你是喜歡批評人也好 你是為什麼原因 你是為了大眾的 還是為了自己的 為了維護自己利益 還是為群眾喉舌 這就可以看出來呢 官其過啊 就可以看出來 知其人也 就可以看出來他到底是不是人 知之人也啊 因為一個人在犯錯的時候呢 平常你看不出他啦 他好事也不做壞事 他心裡到底認識不認識 你看不出來 當然他犯了錯了 他犯了錯 然後你看他為什麼原因犯錯 就可以考察出來這個人的人情 是不是仁慈的人 就官過失之人也 為什麼原因犯錯 舉個實例來說比較清楚一點 應該說啊 一個人會犯錯過失 就是在犯錯的時候 往往會暴露出真性情出來 人在犯錯的時候 往往就是他情緒失控的時候會犯錯 理智和情感都出問題 這時候他會犯錯 然後他犯錯的時候呢 裝不了啦 在這種理智情感 控制不移的時候 他犯錯就暴露出一個人的真性情出來 所以看出一個人的真性情出來 你犯錯的動機是什麼 對不對 那動機是一時的這種同情啊悲憫啊 這個是很 雖然是過失 但是從這個行為上面可以看出來 這個人還是蠻仁慈的 還有他仁慈的心 所以叫官過失之人也 還有就是說一個人在犯過失的時候 所以過就是說超過的行為 至於這個過啊 就是過度生氣啦 過度計較啦 過度憂傷啦 過度的沮喪啦 這都是過 所以過就是過度的意思 我們人平常都很中和的 突然間他陷入一種過度的行為 過度的情緒 過度的言語說話很過分 這些過度的情況的時候 特別容易顯露出一個人的性情出來 像夫妻一吵架 情緒就過度激動起來 這就有過了 過度了 當你在陷入這種過的情況的時候 超過羞敲鬼的時候 這時候就可以考驗出來 就看得出來 平常在怎麼樣滿嘴仁義道德 在這個接骨眼的時候 就會看出來一個人的本性 那接骨眼的時候 這個人雖然他很憤怒啦 很悲傷很沮喪啊 他還是不願意傷害人 這就表示他很仁慈 他還是不願意傷害人 如果一個人平常滿嘴仁義道德啊 然後呢 一碰到那種衝突性發生的時候 又開始攻擊性很強 開始 他又把別人萬劍齊發 最愛的人都要用最惡毒的言語去攻擊他 那這個就表示他的人心不夠 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得出來 小地方可以看得出來 再怎麼樣子情緒失控 還是不施其這種 那種不忍之心還是存在的 注意這一點 不忍之心 不忍之心還是存在的 那有的人呢 一旦陷入這種過之中 過度的貪生痴啊 過度的這種情緒之中的時候 真的是 最愛的小孩子都恨不得把他給殺了 然後話都說得很難聽很難聽啊 罵自己的小孩子 夭壽小孩子都出來 我們最怕小孩子夭壽的 結果在情緒發動的時候 不恨不得他死掉算了 把你捏死啊 把你淹死啊 這些男精的話都出容了 讓小孩子受到很大的傷害 注意喔 親子之間都會發生這種情況 你不要說是 你不要說是一般人 所以孔子講得很好 仁義道德不能看平常的 要看他在過之中 他在犯過失的時候 所謂過我們不要講說特定的行為 這邊講的過呢是講一種過度 講一種過度 那平常不會做的 要過 過度的憤怒 過度的沮喪 憂傷啊等等的 這時候他是不是具有傷害性 他本來是很喜歡幫助人 這時候 一旦自己情緒 一旦自己的身心陷入這種不佳狀態的時候 就充滿了傷害性 怨恨 不滿 那就顯出一個人到底的人 是不是人 仁慈的了 就曝光了 露了底了 看穿手腳 十月遭聞道 細死可以 早上聞道 晚上死就可以了 這個我們求道的人最了解這個話 這個道呢 通天之道 忍者之道 聖賢之道 這個管道一旦打通以後呢 你就回天有望了 所以晚上死都可以 早上聞道 晚上死的都可以解脫 夠了 超生了死 所以像我們啊 在座都是文道之人 我們都求道了 同往天堂的門都開了 所以要有這種心理啊 晚上死都可以 西死可以啊 生死四大 最大的事情都給你解決掉了 這道就是了生死了 所以不要再整天擔憂這個擔憂那個的 還有比生死更大的事情嗎 沒有比這個更大的事情 那連死都可以隨時接受還怕什麼 所以說自死不忘 不忘再勾禍啊 自死不忘再勾禍 死在陰溝裡面啊 隨時準備死在陰溝裡面 那這個禍呢 就是那個 山谷啊 懸崖啊 掉下去 隨時準備死在路邊 為什麼呢 已經解脫了嘛 怎麼死的沒有關係 最重要是死後怎麼辦 對不對 最重要是死後怎麼辦 所以這種細死可以這樣子一個情懷啊 就會讓你呢 讓你充滿了勇氣 讓你無所憂懼 不憂不懼啊 一般人就憂心恐懼啊 憂心恐懼啊 擔心這個擔心那個 如果連死都不怕了 晚上就死掉也不怕 也無所畏懼 為什麼無所畏懼呢 因為天堂的路已經準備好 天國已經為你預備好 那有什麼害怕的呢 人世間 如果說你是為道而死的話 那就是 消業往生 那業障全部消盡 如果你不是為道而死 那也會代業往生 因為你聞道 你帶的業力還是會往生 不管是代業往生還是消業往生啊 你總之是解脫定啊 因為你聞道 你有那個運氣好 你聞道 遭聞道細死可以 只曰 事自於道 而此 惡意惡實者 為主與義也 事 至於道 呃 至於紅道 至於修道 而修此自己穿的衣服很差 吃的食物很差 為主與義也 他說這樣的人就沒辦法跟他談些什麼 為主與義也 那你說事自於道是騙人的 大部分人都是此惡意惡實啊 覺得自己 穿的差 吃的差 住的差也沒面子的 因為世界人都比這個的 都比這個的 但是事自於道呢 他不在乎這個 他穿的破衣服呢 一樣很坦坦然的 有一餐每一餐的 他一樣身心很愉悅 因為他不是用這種美衣美食來愉悅自己的 他是用道來娛樂自己的 道來愉悅自己 所以他會恥惡意惡實呢 就表示他沒有悟道 可是他沒有嘗到道味 沒有嘗到道的滋味 他基本上得到追求快樂的方式 還是穿的好 吃的好 住的好 還是在這上面 還是在生活享受上面 所以這樣子的人呢 就沒什麼好跟他談到的 講也是白講的 這一念之間而已啊 整天在想著說 怎麼樣子能夠生活過得好一點的人啊 然後以生活過的差 羞恥以此為恥 以此為恥的人是 跟他沒什麼道理可以講的 你只能跟他講力啊 不能跟他講道的 所以你看那個孔子啊 耶穌啦 這個孟子啊 莊子啊 老子啊 這些聖賢 甚至釋迦牟尼佛 生活都很差的耶 生活都很差的啊 吃的差 穿的差 住的差 都是這個樣子 不一定他們生活一定差 但是他們展現出來 都是過得很差的生活 他們會不會以此為恥呢 不會啊 不會以此為羞恥 上無片瓦 下無此地啊 遊走江湖啊 都是這個樣子 我們道場中的老前輩 當初走過來也是這個樣子 要以此為恥的話 那就轉行啊 有啊 大陸上過來說有很多 有很多前人啊 那有的人就認為以此為恥 就去做生意啊 什麼 但是也有的不止惡意惡死的 像韩老前人啊 張老前人啊 高老前人啊 這些 這些老前輩呢 他就是過得很惡劣的生活 還是堅持去治愈道 去傳道 所以 就是一念之間而已 你會不會以此為恥 你自己生活惡劣啊 生活條件 物質條件惡劣為恥 如果以此為恥的話 就表示說你修道 沒有藏到道的滋味 沒有藏到道的滋味 你沒有治愈道 你治愈道一定會藏到道味的啦 你全心全意放在道上面 一定會藏到道味的 這個道呢 所謂率性之味道 道就是守護你的本性 從本性出發 本性出發就是 就是 仁慈啦 慷慨啦 好意啦 這些 這些心啊 這些善良的心 這就是治愈道 治愈道不是整天跑道場 不是這個意思啊 治愈道道是什麼 道就是你的本性 天性的發露 你重視的是這個 而不是我得到一些什麼 不是我得到一些物質啊 生活改善啊等等的 得到的是我發現 我本性裡面的一些美好的東西 慢慢發露出來 哇 我以此為之啊 我整天在想的就是 欸 怎麼樣讓我越來越忍慈 怎麼樣讓我越來越滿足 怎麼樣讓我越來越寧靜 怎麼樣讓我越來越有勇氣 就是去這個建議勇為 當我發現自己這種美好的德性呢 比以前增強啊 或者我的自治力 我現在越來越不容易發脾氣了 我越來越容易關懷別人了 哇我就很高興 那種高興就像 貪財的人賺到錢一樣高興 就像買到大房子啊 住在大房子一樣高興 這種情緒出來就要治愈道 這就好像治愈錢一樣嘛 治愈錢的人賺到錢就很高興啊 對不對就很高興啊 至於音樂有人立志要學音樂 他的技術呢越來越好 他拉小提琴的這種 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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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次越來越高他也很高興啊 他某一個曲子以前不會拉 現在會拉就很高興 我們治愈道的人是這個樣子啊 也是一樣啊 我以前呢不夠仁慈 我現在夠仁慈 我也很高興 覺得好好歡喜啊 就覺得比賺到什麼錢都高興 我以前整天心呢都是焦慮不安的 欸我現在懂得怎麼樣子寧靜致遠 我就高興得不得了 雖然窮還是窮得很高興 這就叫治愈道 這叫治愈道 治愈道的人並不多啦 很多人修道的目的也只是說 希望能夠有多離二一二十而已 很多人修道目的是在這 希望能夠日子越來越好 而不是德性越來越好 指曰君子自於天下也 無敵也無墨也 易與之比 孔子說啊君子行走在天下之間啊 天地之間啊 自於天下也 無敵也無墨也 這個敵呢就是說 要怎麼樣做才能夠滿意 敵就是適合啊 能夠適義啊 適其易也就要敵 適其易也 大部分人都會這樣子啊 我心裡在想 我要有一個什麼樣的婚姻我就滿意了 我要有一個什麼樣的事業我就滿意了 我的工作要有一個什麼樣的待遇我就滿意了 朋友要對我怎麼樣我就滿意了 修道到道場裡面也是一樣 我心裡的道場是什麼樣的道場我就滿意了 心中就是為這種 為自己所行走的這種處境啊 有很多的一些定義在 怎麼樣我會滿意 但是君子之於天下也無敵也 他不追求這個 沒有說什麼東西我才會 要視我意 我沒有這個意 我沒有意見簡單的說 沒有意見 他要做的是什麼呢 適應 嘿嘿 不是適其易也 適應 他適應一切的環境 跟水一樣啊 流到哪裡就適應它嘛 沒有身段的 流到方的杯子就變方的杯子 圓的杯子就變圓的杯子 所以叫無敵也 沒有什麼東西是適合我的 都好 無敵也 沒有說我一定要追求是我意的 沒有 心中沒有既定的一個成見在那裡 一定要什麼 無敵也 也沒有什麼我一定不要的 不能發生的 無敵也 或不能發生災難 我不能困窮 我什麼都可以 我就不能忍受別人對我 態度惡劣 等等的 叫無敵也 沒有說 沒有什麼不行的 不能這樣不能那樣 簡單的說呢 就是我接受一切可能發生的事情 好事也好 壞事也好 我接受一切事情 讓它發生 我們一般人都是怎麼樣 有敵有莫啊 所敵者啊 福也 所莫者禍也 最起碼的嘛 對不對 禍不能來啊 禍不能來啊 禍呢 那就多多益善啊 五福臨門啊 一禍還不夠要五福啊 這叫吉祥如意嘛 吉祥才能夠如意啊 對不對 一般人就是這樣 希望災禍遠離啊 希望幸福充滿自己的生命啊 這就是有敵有莫啊 有敵有莫的話 你就痛苦了 你整天為了屈吉避凶啊 為了追求幸福遠離災禍啊 就會不擇手段去做 而且你對幸福的定義呢 也很複雜 也很複雜 幸福是沒辦法定義的 那幸福沒辦法定義的 每個人對幸福的定義都不同 他先這樣定義 他得到他認為 他所定義的幸福以後 他就發現自己並不幸福 他又要開始 重新定義 重新追求 那很痛苦 甚至他得到他的幸福以後才發現 原來幸福就是災禍 所以像那個 那個洪洛潭 你看他當初爭財產啊 得罪了所有兄弟姐妹 連父母親都得罪了 但是他搶到了啊 他把這個 把這個大房子搶到 沒想到他全家都蚕死在他爭到那個房子裡邊 殺雞就在那個時候埋下 對不對 所以我們人生就是這樣 追求你自以為是的幸福 逃避你物以為是的災禍 就在敵末之間啊 消耗了你一生一世 生生世世 就在這個敵末之間 所以孔子看得很清楚 君子之於天下也 無敵也無疑 無墨也 沒什麼我一定要的也 沒什麼我一定不要的 他心目中沒有 這個我一定要這個 我一定不要那個 無敵也無疑 無墨也 易與之彼啊 易與之彼啊 那我去做些什麼事情呢 合乎易禮的事我又去做了 這個易者宜也啊 隨時調整啊 隨時調整 唯一變是天嘛 這易沒有一定的定義啊 那易就是宜的意思 我現在該說什麼話 我就說什麼話 那到底該說什麼呢 那是碰到 應這個機才會發的 應機而發的 我該做什麼 又做什麼 為所當為 有所不為 那至於什麼是當為 什麼是不為呢 這有一個義 這個義呢 也是要人啊 仁慈的人啊 他就有智慧 所以佛家講得很好 卑智雙運啊 慈悲人就會有智慧 他就會知道 要做些什麼 他就知道 所以孔門講仁義也很有道理 啊 這個義呢 事實上就是一種 智慧 的行為 叫義 有智慧的行為 銳智的行為 那一般講智慧很抽象 那仁還好一點 仁慈的人 表現出來就是很關愛 做一些幫助人的事情 那智 這是很抽象的東西 啊 他這邊直接用義來表示 這個義呢 就是義 就是事義 那什麼是事義呢 就是智慧去判斷 充滿銳智的行為 那叫義 所以他 所以銳智的行為呢 就有這種特質 沒有一定要這樣 沒有一定不要那樣 他心中沒有一定的 沒有一定的 是也沒有一定的非 沒有一定的好 也沒有一定的壞 要義語之地 必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依據的準則 我所依靠的 必的意思 我所親父 我所依靠的 然後我歸依的 我所依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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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親父啊 我所親近的 不是 是啊 不是是我義的東西 而是義 而是義 我所依靠的 是這個義 那義是從人發出來的 人是人才知道什麼是義 什麼是該做的 什麼是不該做的 而且這個該做不該做 是不能寫成定律的 不能寫成定律 隨時要調整的 所以後來人也是把義這個東西呢 把它 把它這個 把它教條化了 教條化以後就變成敵漢末了 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 那又變成敵漢末了 又變成敵漢末了 那聖人是沒有這個動作的 他沒有說 你這個一定能做 你這個一定不能做 因為實際因緣的不同 所以是要調整 一語之逼 好 我們就講到這裡 有沒有問題 誒好請說 人是不是 人 人到這個人 好 其實孔子呢 是很少去談到這個人 指之漢言 指所 孔子所 很少討論就是 人是其中一個 他也很少討論這個命 命運也好 天命也好 他很少去討論 這個人我們講 很白話就是利他嘛 又為別人著想 利他的情懷 但是利他呢 只是一個轉念而已 因為我們從利己轉向利他 這一個轉念 利他只是一種觀念的轉變 然後行為也轉向利他 但是呢 這個人 注意他這個從人和人之間的一種距離的打破 打破彼此對待 然後呢你就會碰觸到一個人的世界 這個世界就是真實的世界 真實的世界就是呢 沒有彼此內外的 真實的世界就是 天地萬物宇宙是一體 不餓的 沒有兩個人 兩個人是一體 沒有分離的兩個人 也沒有分離的天地啦 日月星辰啦等等 所以他人講的是一種融合的意思 講一種融合 這種融合呢包括人和萬物之間的一種融合 不是說我本來不融合現在融合 而他本來就是融合的 而我們人呢想要自己脫離這種融合又脫離不了 痛苦就在 愚昧就在這裡了 你要脫離這種融合 就好像你身體一個細胞要脫離身體獨立一樣 又脫離不了 身體一個細胞要脫離身體獨立一樣 好像大海中的一個波浪想要自己飛走一樣 我是獨立的 我是偉大的波浪 我要跳出大海 那不可能脫離的 所以說事實上所謂的行人道根本就是接受現實 就是接受現實 現實是這個樣的 現實就是人 現實就是不惡的 現實的世界就是不惡的 就像大海和波浪 看起來波浪好像是獨立的 啊 剛剛洶湧沸騰啊 有的波浪非常的偉大 就好像偉人一樣 英雄豪傑一樣 但是他不能脫離大海 不可能脫離大海 所以這個就是 孔子為什麼一直強調人 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 人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 是可有而不可無啊 是一個存在的現實 注意啊 那個人是一個存在的現實 那今天叫你有人心啊 叫你有人心啊 那也只不過是要你接受現實而已 叫你有智慧一點嘛 所以他又講智者利人 一個智者呢他是利人 他就發現人是有利的 除了人以外呢 沒有利可言啊 智者看得很清楚 離開人就是害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波浪脫離大海就會怎麼樣呢 死在沙灘上了 對不對 不是說唐江後浪對前浪 前浪死在沙灘上 就完了 所以波浪能夠脫離大海嗎 魚能夠脫離海嗎 魚不可脫魚淵嘛 對不對 魚脫離水就完了 所以一個人想要脫離人啊 那是有害無利的啦 那是自以為有利 自由自在那是錯的 所以你離不開這個範圍 因為宇宙的本質就是 就是一體的 所以你必須要投入這種 忘我無我的 這樣子的一個情懷還有行為裡面 你從內到外 從用心到行為 必須要行在人道上 就像魚必須要活在水裡一樣 它不能脫離的 這是孔門一直再三的提出人 這樣的一個觀念的原因啊 所以我們真的行人道 孔子說得很好 未見地不足者 你不會沒有力量的啊 你放心好了 就像魚啊 它離開了水以後啊 它就覺得活得好困難啊 不過它有能力再去幫助其他的魚呢 那你就錯了 只要你一發起這種仁慈的心啊 然後你就會發現自己如交融入海啊 充滿了力量 所有資源的東西都會發生 幫助你的力量全部發生 因為你回到實相 回到實相 你要為自己怕病啊 活得好辛苦啊 那當然是有的 有的魚比較厲害的啦 它上了岸還可以跑跑跳跳的這種掃 有啊有這種魚啊 還可以爬樹的啊有沒有 壇土 還可以爬樹的對不對 對還可以爬樹的啊 對這種 為自己怕病還可以爬到那麼高點的 還可以爬到樹上去的 大部分人都奄奄一息啊 活得好辛苦啊 有人自私自利還充滿了力道的 那是少數的 但是它還是不能長期脫離水 它如果繼續維持要幹掉的 終究是魚嘛 所以人不可以脫離人啊 魚不可以脫離水 我們所有的痛苦啊 都來自於脫離了人 所有的痛苦迷惘都來自於 我們因而生下來就是充滿同理心 充滿了愛 沒有彼此對待的 當然容易就愛上人啊 事啊物啊 充滿了愛 容易就愛上 所以人講的是一種同理心 不分彼此的心 還有問題嗎 好沒有問題我們就先下課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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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